第六题 在直角坐标平面上有一个半径为R的圆 好这个圆 半径是R 圆心欧点在圆点上 圆心欧点在这边 在圆周上的取点A 过A点的做 与XY两轴垂直的线段AB跟AC 这边会垂直 如下图 请问BC跟半径R的关系是多少 BC跟半径R 这个题目乍看之下 好像不知从何下手 但是有一些线索 我们来慢慢的推敲它 首先我们来看 这是一个直角坐标 这里就是直角 那题目又说 这个A点在圆周上 它做这个AC 还有AB 这两条线都会垂直 X轴跟Y轴 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ABOC 这个形状到底是什么形 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四边形 但是是什么四边形 请看一下 这个角B这边是一个直角 角C这边也是直角 角O这边也是直角 那当然 角A这边也是一个直角 四个角都是直角 它是一个矩形 也就是一个长方形 我们先知道 第一件事情 这个A B O C 是一个长方形 好了 我们既然知道 这个A B O C是一个长方形 那老师问大家 长方形有什么特性呢 你当然可以说 这个长方形 四个角都是直角 两个对边 比较长的叫长 比较短的这个叫做宽 长方形的面积叫长 所以宽 但是这个地方 有一件事情 要跟大家说了 假设今天我把O A 连起来 老师问你 O A跟B C 有什么关系 O A跟B C 都是长方形的对角线 长方形的两条对角线 一样长 也就是说呢 这个B C呢 就会等于O A 那为什么会等于O A呢 这叫做长方形的 两条对角线 一样长 接下来就有意思了 老师再问大家 那O A是什么 眼尖的同学就会发现 O点 以圆来看 O点是圆形 A点是在圆周上 所以呢 O A就是半径 O A既然是半径 所以O A呢 就等于R 所以我们就知道呢 这个B C线段就会跟R 一样 答案就选B 这个选项 乍看之下 好像这个 看不出来 这个题要怎么解 但是我们从两个观点呢 就可以把这一题破解 第一个观点是 A B O C 是一个长方形 第二个呢 是长方形两条对角线等长 所以你把O A连起来呢 O A就是半径 就会跟B C一样 所以B C 就会等于R 这一题答案选B 这个选项 A B O C 1 A B O C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